来关心美国风暴持续扩大 美国早就通报了 食药署却慢半拍 国民导立委王宏威揭露 有问题的冷冻美国 美国早在今年的3月就已经发出了通报 但没有想到业者持续贩售 怒批食药署身为主管机关 却没有发出消费警讯 然而食药署在昨天晚上也发新闻稿来回应 他们的处理时间轴 的确在3月17号 他们就收到了美国的通报 27号去报验冷冻美国 结果4月10号才验出了 的确有A肝阳性反应 隔天也启动了抽查并且下架 一直到上个星期五才完成了5样抽验 结果是4件阴性1件阳性 这中间怎么会有这样的时间差 那还有一点很奇妙的是 同一间公司的草莓没有被验出A肝 是食药署自己扩大检验之后 才发现有问题 食药署一刻都没有慢下来 吉利喊冤的是食药署 副署长林金富被叫来开记者会 就是因为立委质疑A肝 美国的信息 一个月前就知情 消息解释三月中接到美方通知 感染A肝的是冷凍草莓 不是莓果 而且台湾没有进口 但还是启动莓果类 扩大稽查 结果二十七日在边境就查到 來自智利的莓果有A肝 因此到市面巡查 高雄卫生局也就在四月十一日 请美式卖场先下架相同商品 经过检验呈现阳性 对此美式卖场也发出公告 向会员致歉 并表示截至四月三十日 已经收到近七千包退换货商品 这段时间有吃到这个 好市多莓果的 其实请不用紧张 为什么 因为其实吃到莓果之后 你真的得益性感的机会是不高的 怎么感染还不知道 只能先防止A肝莓果 继续在市面上流通 华氏新闻张联号刘伟成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